路走了44年 方向却不止一边 形状偏爱黑色 内心却仍是此间少年 故障48页 但每个终点都值得赞颂千篇 旅程左右万里 时差却最多一天 世事上下千年 却偏要说出瞬间 2014世界依旧很大 大到何以小说 本节目由英菲尼迪收集赞助播出 各位小说的观众大家好 今天要讲一讲 其实我一直愿意 是想给大家讲的这一个话题 我把它命名叫普京的克里米亚 我想讲到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什么样的土地上的人民 能公投决定自己的未来 一直要讲到这里 所以大家别急 我好好讲一讲这个 先说一下克里米亚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 克里米亚不是那么的著名 大概只有军迷觉得克里米亚比较著名 咱们的第一批的航母飞行员 就在克里米亚的一个模拟航母的一个基地 就是陆地上做一航母 在那儿训练的 所以军迷当然对克里米亚特别熟悉 那黑海军的基地是在克里米亚最重要的城市 塞巴斯托布尔 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能说这词 说那么熟悉 因为我极熟悉 这个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 克里米亚可是太著名 太著名了 对于欧洲人来说 克里米亚比基辅要著名 你去问欧洲人 你说基辅就是乌克兰首都 大家还都得想一下 但是你说克里米亚 你说塞巴斯托布尔 大家都知道 巴黎有一条重要大街 就叫塞巴斯托布尔大街 大家知道法国这么骄傲的国家 没事闲的 拿一个俄国地名当街名干嘛 就是因为塞巴斯托布尔 是当时法国军功的 最最光荣的战役之一 应该这么说 两次的克里米亚战争 中间相隔了快一百年 一八五几年的克里米亚战争 就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就是整个十九世纪 欧洲人最最熟悉的 最重要的战役 为什么呢 当然首先是因为科技的进步 这克里米亚战争 当时有创下了 无数个世界纪录 其中一个世界纪录 就是用电报指挥 用电报发战报 所以欧洲人第一次 实时的看到了一场战争 过去欧洲没有这些东西 那战争都结束之后 好久大家才慢慢知道 战争怎么回事 克里米亚战争 相当于是一场直播的战争 当然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是 英法土耳其 土耳其当时不是现在的土耳其 当然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一个特大一个国家 加上英法一起打沙俄 沙俄的一直在扩张 一直在扩张 一直在扩张 直到这个时候 第一次被停下了 扩张的脚步 沙俄打败了 俄国打败了 英法土耳其打胜了 是这样的一场 其实就是讲和了吧 最后 对于俄国人来说 克里米亚有多重要 咱们讲俄罗斯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俄国的历代沙皇 梦里都惊醒 要一个出海口 就拼了命的去找出海口 那彼得大帝找到了 那个出海口 圣彼得堡出海口 但圣彼得堡出海口 离欧洲的中心 就是地中海这块 其实没关系 那儿出去只是北欧一些国家 而且那个出海口 很容易就被封住了 那波罗的海 所以拼了命最后 打到了 终于见到了黑海 打到了克里米亚 而且是灭掉了 大家知道 俄国之前一直被金账韩国 就蒙古人什么统治着 后来蒙古人逐渐 人口太少 逐渐基辅公国也好 莫斯科公国也好 大家独立起来 然后打打打打 就不说了 最后还残存着一个韩国 就是蒙古最后 当然这个韩国最后 已经不是蒙古人了 而是Turkey在统治着 这个韩国就是克里米亚韩国 俄国灭掉克里米亚韩国 前出到黑海海滨 那是全体俄国人 都要痛哭流涕的事 终于见到了地中海 终于可以进入到 欧洲文明的中心去了 所以克里米亚 毫不夸张的说 是俄国最最重要的战略地区 那这个地区 对其他人也很重要 那对奥斯曼土耳其也很重要 对这个英法也很重要 所以在这大战了一场 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 这场战争诞生了大量的文学 克里米亚战争的文学 诞生了大量克里米亚战争英雄 包括这个 大家知道这个Red Line 后来就美国都有这个电影 就跟他叫成语了已经 Red Line的诞生 也是在克里米亚战役中间英军创造的 就英军步兵对俄国的 哥萨克骑兵的时候 画了一条红线 就是绝不能过这条红线 所以哥萨克骑兵怎么冲锋 英军就挡住了 英军的骑兵冲锋 也变成了一个成语 那后来在英国的历史上 今天提起了克里米亚那些战争英雄 那英国人民耳熟能详 法国人民耳熟能详 因为法国那个时候是 拿破仑打败了之后 法国垂头丧气之后 拿破仑的侄子又当了皇帝之后 法国第一次扬眉吐气 从1815年拿破仑完蛋以后 终于打赢了 产生了战争英雄 打败了沙俄 沙俄就是反对拿破仑的 所谓的欧洲这些同盟的盟主 沙俄从欧洲盟主 被法国又打败了 从盟主跌落下来 法国群情激扬 尤其是最后法军攻克塞巴斯多布尔 成为法国人民军的最光荣的时刻 所以才把巴黎的一条大街 命名为塞巴斯多布尔大街 这个大家去巴黎的游客 提醒大家一下 女游客不要去塞巴斯多布尔大街 男游客如果没有老婆 这情况下可以去转一转 这个塞巴斯多布尔大街是 沿街全部是 但我有一些年没去那条大街了 我年轻的时候去过一条大街 那时候是这样的 那条街什么样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 法郎时代 我去的时候还没用欧元 这边都是录像店 那种录像店 就是要花90法郎进去 很贵很贵的 28个频道都放那种片子 然后其中有一个频道 你自己可以遥控的 其他都是自动循环放 然后每个小屋 单独一个小屋给你在这 里头一沙发给你一卷纸 放在里面 90法郎 对面是什么呢 全部一个一个店里的小格子 小的就像咱们那个 买衣服那个试衣间一样的 就这么点一小格子 里面放着一个一个凳子 然后当然了 男游客可以素80法郎 比那看那个还便宜 进到那格尖里 那个坐在那 然后有人服务 我就不具体讲了 有人来什么服务 反正就是在里坐着 那个大概就这么一条街 叫塞巴斯多布尔大街 说明法国人是多么的重视这个事 在欧洲提到克里米亚 想到的就是战争英雄 想到就是那个伟大的时代 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次使用 线堂枪的战争 就是第一次用现代兵器吧 一八五几年的时候 英法军开始使用线堂的莱夫枪 第一次使用电报指挥的战争 然后第一次使用铁路的战争 第一次有了战地救护的战争 大家知道著名的南丁格尔 就是护士节啊 每年的护士节纪念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就是在克里米亚战场上 第一次护理伤员 护士这个专业才有 所以护士节南丁格尔 就是克里米亚战争诞生的 克里米亚战争是全世界第一场 有照片的战争 那时候正好摄影师刚发明 和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 所以克里米亚战争是 欧洲人第一次看到照片 说原来战争是这样的 所以由此也诞生战地记者 就第一批战地记者 世界有史以来 是克里米亚战争的战地记者 第一批蒸汽战舰 是在克里米亚战场上出现的 在克里米亚战场上出现了那种 英勇的海军战舰列队跟 塞瓦斯多布尔要塞对射的 这个壮烈的画面 所以后来还形成了一个海军的原则 就是说舰队永远不能对要塞 就是因为英法战队付出了惨重代价 英法的全体 当时全体最先进的 争气的战略舰 列成一队 对着塞瓦斯多布尔要塞轰 然后俄国所有大炮对着海上轰 结果把海上的英法战队 打得非常惨重 这一次争气战舰 第一次 法军的总攻塞瓦斯多布尔 塞瓦斯多布尔是一个很大的要塞 一会儿讲德军进攻的时候 二战的时候 法军最后总攻塞瓦斯多布尔 已经不能像过去古代战争 说会会齐了 大家一起就进攻了 在规模宏大的战场上 世界历史上第一次 所有将领对手表 大家先对表 说现在是三点整 咱们今天晚上八点钟开始总攻 大家全体对表 以这种方式 从四面八方开始 总攻塞瓦斯多布尔 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 所以它创下了大量的战争史的第一次 还有天气预报图 也是 过去战争中天气预报 只能找到老农问问 说明天下不下雨 看看天 或者诸葛亮 那儿吹谈的 那儿见见东风 真正的科学的 把天气引入 然后有天气图 附在地图上 所有的这些 基本上应该这么说 克里米亚战争 奠定了现代战争的雏形 克里米亚战争是 人类历史上第一场 现代化战争 南北战争正好是几年之后了 那是第二场 克里米亚战争史 奠定了世界现代战争史的 大量的东西跟格局 还包括散兵线什么的 就不跟他挨来细讲了 打出那么多第一 这是克里米亚打一仗 人类文明大变样 你有给文明脱脱脱脱的第一 例如香烟 就在克里米亚战争 第一次出现点 不对吧 香烟应该是大航海时代出现的 大航海时代 是燕巢穿播到欧洲 开始很长一段时间 用咀嚼 修闷 燕头和学家的放置 使用燕草 并没有发明香烟 那香烟是谁发明的 一期舅舅念 拿破仑率军蒙供土耳其 雅克城时 土耳其士兵吸烟用的 共用水烟筒被炸毁了 所以用点呛炮的火药籽 类卷燕一样 发明了职烟 狗急跳墙 人气畅新 土耳其人好倡议 后来克里米亚战争 英国士兵 从蒙军土耳其士兵那里 学会了切子和吸卷燕 旅行到世界去了 如果说酗酒穷三代 抽烟毁一声 那克里米亚战争 可真是毁人不见呀 香烟不仅毁圣火 还毁战争 第四十一大战后期 英军土耳其军队 埃及西连半岛地区 展开记载 战斗进入了降吃阶段 英国和土耳其 这是从一块抽烟的好机友 转眼变成火瓶断手了 以抽摸燃之际 英军司令得到信报 了解到土耳其军队 污渍供应遗伤困难 尤其去到香烟 土耳其人真倒霉 一打仗 抽烟就出问题 所以英国印就向土耳其放鲜 控托了大量 还有鸦片的香烟 叶引打法于土耳其人 看见满地验壳 不用分锁 打开就臭 不用说 肯定是教会徒弟 撩倒师傅 法民国执眼的土耳其人 确实被英国印的 鸦片香烟撩倒了 所以被轻易吐破了放鲜 瞧瞧 这抽烟危害多呢 老王你戒烟了吧 戒了 我每年戒两次 都戒了36次了 所以因为这个克里米亚战争 所以在英国 在法国 在俄国 俄国有大量克里米亚战争英雄啊 坚守塞瓦斯多布尔了等等 尤其是哥萨克骑兵等等等等 都不但载入史册 而且被写入各种文学作品 而且被搬上各种各样的舞台等等 所以克里米亚 塞瓦斯多布尔 这个在西方人中间是极为熟悉 所以大家要看新闻中 首先要知道 这不是车臣 这地方 这地方不是科索沃 这地方是克里米亚 这是塞瓦斯多布尔 是在巴黎有一条宽阔大街 以他命名的 所以西方人当然觉得 这东西很重要 再加上他的战略地位确实重要 战略地位 他不是车臣给包在俄国里 也不是巴尔根半岛人 一科索沃 这是直接面对黑海的 最大的前进基地 有了克里米亚 黑海舰队有了基地 没有克里米亚 要租乌克兰的基地 乌克兰现在只收1亿美金 乌克兰不高兴 可以收10亿美金 也可以不给你这基地 最后就跟原来还租过我们大连 大连旅顺原来也租给苏联当基地 我们可以收回来 最后我们就收回来了 所以这个租用的基地 永远是不靠谱的 所以战略地位 军工的地位 包括我们进口的 大量的乌克兰的武器的生产 都是在克里米亚进行 所以这个地方战略地位 是极为重要 所以克里米亚这件事 远远没完 我今天讲 并不是说这是热点过去了 克里米亚这件事 远远没有完 因为西方和俄国 这都是必争之地 我为什么说 这普京的克里米亚 如果不是普京这样一个人 克里米亚这事就不会发生 只有出现了普京这样一个人 普京是一什么人 应该这么说 一个强人领导了弱国 就是这么说 但是弱国不是那种弱国 不是非洲 或者拉美 在强国中 俄国不管从GDP 从各个方面来看 俄国不能算一个强国 不能说有原子弹就算强国 北朝鲜还有原子弹 是吧 有原子弹不能算强国 一辆像样的汽车都制造不出来的国家 不能算一个强国 俄国就是一辆像样的汽车都制造不出来 大家上俄国接人看看去 几乎没有什么俄国造汽车 有一种拉达 也已经都非常古老的那种样式 那在这样一个国家出现一个强烈的领导 非常像什么 其实一战和二战时期的德国也不是最强国 二战之前德国也没有美国强 也没有苏联强 只是刚刚超过英法 而英法的一战都打烂了 都没落地国 那他跟美国苏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但是有强人领导 他就要去苏彩德 说这地都是德国人 这是我的地 从捷克国割出来 他就要吞兵奥地利 说奥地利都是德国人 这我们原来神圣罗马帝国的地 我要要回来 他就能出兵来英区 日本当时也不是个最强国 二战前 大家看那二战前的电影 日本还骚死的在那 但是有强人领导 他就敢于冒险去做这事 所以普京敢于冒险 当然普京觉得自己太有理了 说实在的 克里米亚这个理 比当年吞并什么苏彩德地区等等 当然确实有理的多 因为什么呢 苏彩德地区压根就是人 本来就是奥地利的奥匈帝国的地区 只是奥匈帝国分裂了以后 一战以后 奥匈帝国被肢解了 这圣日曼条约里签的 成立一个叫杰克斯洛伐克的国家 把那里面的说德语的 一大堆人给包进去 那习德说那个要归德国 其实是有一点牵强的 所以慕尼海协定 大家随静了 让德国占了 但是普京说到 这克里米亚是非常有理 为什么呢 克里米亚一直到195几年 还是俄罗斯的地方 只是因为苏联这国家挺逗 上来最重要的这几个领导 斯大林是一个格鲁基亚人 他不是俄国人 把苏联搞得一团弄 杀多少人也没什么 也不心疼 紧接上台接着斯大林 这位赫鲁晓夫 他也不是俄国人 是一个乌克兰人 不是那时候为了斯大林的事 跟苏联打仗吗 论战 人民日报十篇社论什么 跟他论战 其中他专门画了一漫画 在乌克兰养猪 那时候在全世界特别著名 在一堆乌克兰猪中间 有一个霍鲁晓夫 是一光脑的 霍鲁晓夫是一光头 我们 我小时候看到这漫画 就讽刺 他是一乌克兰猪 他是因为他是乌克兰人 他就说 这个反正离乌克兰挺近的 这克里米亚 咱们就把它画当乌克兰 反正都是咱苏联一国家内的 国家内只是行政区划 遍一遍 那大家都没意见 乌克兰人民也没意见 反正都是苏联的 我只是一个 一个加盟中国 相当于我们一自治区 我只是一自治区而已 克里米亚人民也无所谓 反正都是苏联人 只是画到这自治区 相当于我们解放以后 说热河省 查哈尔省不要了 说都给河北省 那热河人民 承德人民也没说 我不愿意 那就回河北 张家口也不会说 我从省会 原来我是查哈尔省省会 变成了河北省 一个城市了 他全反正都在 一个国家里 无所谓 所以就是一个行政命令 1950年的时候 那么二战都结束 那么多年了 说话归他了 大家都没当问事 在任何国家都不当问 除了像联邦制度 像美国这不行 这画成这周了 那不行 苏联的中央集权国家 大家党说话哪就话哪 结果 所以普京就始终 拿着这事说事 说你看 一直都是俄国的 普京甚至可以说 如果我是普京 我恨不能强死我 得可以说人家 说你上欧洲问问 你上西方问问 大家这样说 克里米亚是俄国的 还是乌克兰的 我就敢说 你到法国英国问问 说克里米亚塞拉斯特布尔 所有人都说 这个俄罗斯的 因为大家从小 读到的文学作品 看到的战争英雄 但那都是跟俄国打仗 跟俄国打仗 说打克里米亚 那当然是俄国的地方了 尤其二战的时候 又出名了 二战的时候 二战德军排第一的 最能打的统帅 大家知道 古德里安将军 古德里安没当元帅 其中第一能打的 公认的 曼斯坦元帅的成名作 就是进攻克里米亚 曼斯坦元帅 一辆坦克都没有的 全部兵 还带着一堆 罗马尼亚的 罗马尼亚军队 对俄国人 天生有一种畏惧感 只要一看见 乌拉罗马尼亚就散了 带着这么一群人 一辆坦克都没有 一些德国步兵 和一大堆罗马尼亚人 进攻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苏军 不但有坦克 还是掌握着制空权 有坦克 有飞机 有黑海舰队 等等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 曼斯坦元就艰苦的 打下了克里米亚 而且围攻 塞巴斯特布尔的时候 又创下 人类战争史的记录 就是调上前线 最大最大大炮 800毫米口径大炮 800毫米口径的大炮 这是什么样的大杀器 这是二战时 登魂一线之地 古斯塔夫大炮 由称多辣大炮 券长42.9米 券中1329吨 豪称世界上口径最大的超级火炮 起码得20多辆 50吨载重的卡车 才能拉得动 厉害 卡车不好拉 一不小心掀到地上了 它是列色炮 用列色的运速和异动 还不能走敲 因为把敲压榨 一般火炮和它比啊 感觉就是潘长江和姚明的区别 多辣大炮用的炮弹 一种是4.8一吨重 一种是7.1吨重 必须用中性其中计装弹 另外 它必须配备 4000亿的服务团队 4000人刺好 太昭贵了 昭贵在此后啊 最后炮 是希特勒命令研发的 本来送来摧毁 法国马其顿放弦的 结果 一日成功后 法国人已经透枪了 武器和灭火器 最好永远用不上 可惜 多辣被拉到了苏德战场 参与被用 塞瓦斯托布尔要塞 发射了48发炮弹 至少摧毁了 四座建国的堡垒 和一座地下聚火库 战争比韩剧还让人伤心 西医尼斯 这次多辣第一次 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在战场上露脸 有微信正式的报道者 德国印后来用它 镇压过花沙棋 但约尔分析 不是正点 难道是德国人良心发现 不忍心继续使用啊 那倒不是 多辣炮弹损坏 必须回德国了 由于造价很贵 兴兴差 杜兰被发明到 导弹的德国印 淘汰掉了 要说超级大炮 我觉得还是日本人的好 嗯 明天走过日本印 有超级大炮啊 有啊 人间大炮 一级准备 二级准备 发射 耍大便活人 哦 你所谓的意思 口容特级可战2 然后就当时 全是最大的几门炮 全部都拖到 塞尔索布尔前线 因为塞尔索布尔要塞 实在是太坚固 最后用这些大炮 来轰这要塞 最后 曼日坦寅最光荣的时刻到了 占领了塞尔索布尔 在前线被升为元帅 而且从此一战成名 后来又到列宁哥勒 后来又到斯大林哥勒前线 卡尔科夫等等等等 后来成了整个独军救护队 就曼日坦寅元帅的成名所 所以二战的时候 克里米亚也是一个 重要战役的建议 也是俄国呀 克里米亚诞生的那些英雄们 然后所以 你问西方人 克里米亚是哪 他当然说 他当然是俄国的地儿 乌克兰是干嘛的 乌克兰 大家还得想想首都是哪 但是普京 选择性的 说了一些事实 普京忘了说另一个事实 确实是一九五几年 行政命令划给了乌克兰 内上的没几个乌克兰人 当然自己觉得 自己救了俄国人 但是 在一九九一年 苏联解体的时候 这个细节 普京没有讲 克里米亚人民是 投了票决定归哪 来到苏联解体的时候 大家都是公爵 愿意跟着俄国 还是跟俄国 愿意独立就独立 但是大量大一点 加盟俄国就都独立了 包括中亚这几国家 高加索这仨国家 白俄罗斯 乌克兰都大 但是克里米亚当时 就克里米亚自己 就公投了一次 说我们到底是 回俄罗斯 还是跟着乌克兰去独立 结果人 克里米亚公投 是54%的 多数决定是跟乌克兰走 所以1991年这次公投 普京在国会里没有提到 俄国在任何地方 没有提到这问题 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你只提当时 克里米亚走的时候 你没有提 最后是克里米亚 人民自己决定 跟了乌克兰 1991年那次公投 而且我觉得 那次公投 是无论如何 从国际法来说 从基本的法理来说 都是合理的 就是一个大国分裂 一个大国分裂的时候 局势未定 我并没有长期 因为苏联是没有了 所以大家公投 跟谁 就像我给大家 粗粗聊过 以后还要细了 德国统一 德国统一怎么统一呢 非常智慧 也是解散东德 德国统一并不是 西德吞并了东德 也不是两德合并 而是非常智慧的 解散了东德 东德解散 没有中央政府了 东德的五个州 东德是五个州组成的 各自公投 愿不愿意加入 德意志联邦国国 咱就不叫西德了 因为西德原来名字 叫德意志联邦国国 所以东德的五个州 分别公投 都说我愿意加入 所以德国是这么统一的 就是一个国家解散了 然后这国家里的人民 自己来决定一下 到底跟谁 法理上都是说了通的 所以苏联解散的时候 全苏联人民公投 科罗密亚人民公投 决定跟着乌克兰 这个是在法理上 是非常非常难以颠破的一个 你用什么道理去讲说 怎么推翻它 你再次公投 这个事就很难说了 再次公投 这个国家已经二十多年了 在一起 是吧 就是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 说当时你归了我 那最后咱们再也这么多年了 如果在一起 很多年的国家里的 一部分人民或者地区 随时就可以决定 我再公投一次 跟不跟你 那在国际上 大部分的实践中 都是要去问问 大家同不同意 大家知道最重要的 就是这苏格兰 9月要投票 苏格兰要投票独立 是苏格兰这个党 要独立的这个民族党 经过不懈的议会的斗争 最后选举成了大多数 成了super majority 成了最大多数 在苏格兰议会里 最后他们掌握着苏格兰议会 来跟全英国的议会谈判 说你同不同意 我公投独立 你不同意 那我要这这这这 我要跟你闹 你同意 我就公投 公投 我当然听人民的 人民决定留在英国 就留在英国 最后英国议会同意了 所以苏格兰公投 是完全合法合理 因为英国议会 就同意你去公投 那最后英国只能怎么办呢 大家都看到卡梅隆首相 那个赶人肺腑 催人奶下的那种 那种演讲 就说苏格兰人民 请你们留下来 因为我们在一起 共同战斗过 对纳粹战斗过 对什么战斗 我们一起肩并肩 我们如何如何 我代表全体英国人民 恳请你们留下来 只能是这样了 那这是完全合法理 因为是英国议会 同意你去公投 魁北克也是 魁北克说法语的 加拿大说法语的 这地区 就是蒙特里尔又有大城市 大家都说你可以公投 但是我们要先说好 您不能每年公投一次 您不能利用任何一个 大世界随时公投 咱们先说好 多少年公投一次 每次公投 说你没独立 最后 那咱们就别明年再投 咱们隔比如说20年 还是15年 咱先讲好 到时候再公投 魁北克可能要公投了 我觉得这个都是合理的 就大家都同意 就要分家嘛 大家都还觉得行 那咱们就来 但是又不同意的 不同意的 那国际上也没办法 那国就比如说 巴索罗纳 这个所有球迷都知道 为什么这国家得比 两队打得那么厉害 就因为巴索罗纳 加特罗纳地区 要独立 但加特罗纳地区 是西班牙最发达的地区 大家想想 巴索罗纳92年 就办了奥运会了 马德里 到现在了 连续四届身板都失败了 马德里远没有 巴索罗纳发达 这个程度比上海北京 要差的大得多 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加特罗纳地区要独立 要公投 自己要公投 西班牙就不同意 西班牙就不同意的情况下 加特罗纳地区的公投 就全世界都不能承认 因为这个 这国家可在一起太久 说实在 这国家经历过 各种各样的历史 他们一直都在一起 包括大家最著名的 包括国一纵队区 什么共产政府上台 保卫马德里等等 也是先占领了巴索罗纳 叛军 弗朗哥 先占领巴索罗纳 最后禁军马德里 所以这个 全世界你提到巴索罗纳 首先想到 这是西班牙的地方 这不是 叫加特罗纳地区 只有比较了解历史地理的人 才说奥制加特罗纳 或者球迷 实际上这个世界 是没法立法的 这个世界不能 因为它世界没有强制能力 什么人才能立法 我不但有立法 还有执法 这才叫法律 法律就我能执法 你不听我能执行 那这个国际 是没法立这种法 说我们立一个法 什么样的人可以公投 决定自己独立 什么样的人不行 那我不听怎么办 你怎么执法 国际难道有国际军队吗 国际难道很难很难 对一些小国家还可以 说咱出动点联合国 什么赚大 对这么大的国家 什么西班牙 俄罗斯 这些基本上都不行 哪怕对南联盟 那最后都得拼了 全团结起来 说科索沃要他独立 这个事是普京抓的 最准的一个事 就是说 我就跟科索沃比 科索沃也是阿尔巴尼亚人 在塞尔维亚里面 他就要独立 为什么你们都支持 你们支持科索沃公投 然后人家塞尔维亚 不同意公投 你还去轰炸人家去 然后南联盟当然那轰炸 不光是这一个原因了 意识形态 各方面原因都有 当然还炸了咱大使馆 就为这事 你狂轰乱炸 最后就逼着说 科索沃必须公投独立 然后科索沃一公投 说独立 立刻你们西方国家都承认 除了西班牙 就刚才正好把西班牙输了 西班牙不敢承认 科索沃独立 因为西班牙一说科索沃 我同意科索沃这事 那立刻加特罗尼亚就说了 那我也公投 所以西班牙只能背着 就跟所有大哥说 美国大哥英国大哥法国大哥 对不起大家 你们都去承认科索 我不能承认 我这旁边这有麻筋 罗曼尼亚也不能 罗曼尼亚也麻筋 这不吸血鬼 这穿西班牙 他只要公投 那时候那我也公投 我推罗曼尼亚 所以罗曼尼亚也没承认科索沃 其他的就没这些问题的 英国说我承认 因为苏格兰我同意 我宽宏大量 我大英帝国 那么多地儿都没了 我都不在乎 都有麻筋 法国 法国说我没麻筋 而法国最后 法国是很少出现 就是全国人民公投 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 就法国这个事 给未来要公投的 想公投的 或者想奋斗的这些民族 一个特别好的先例 就是说阿尔及利亚不能自己公投 就跟这苏格兰一样 就是得我同意 同意怎么办 那法国全国人民公投 说许不许阿尔及利亚独立 最后法国人民公投 等于是做两个选择 要么你公投允许他独立 要么你就参军 大家说的很清楚 阿尔及利亚就跟你拼 就跟你干 就跟你血战到底 那最后你要想不让我独立 你就都来参军 所以法国人民投票的时候 非常慎重 想到说我这票 如果投不允许他独立 那我就得征兵啊 你不独立怎么办 那就征兵参军 大家一想 哟 得了 您还是独立吧 所以法国全国人民公投 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 就是奋斗来的 所有这些事 换句话说 大家看看历史 奋斗来的独立 通常都能长久 保持的比较长久 因为我不是恩赐的 不是赏来的 说您赏我一个独立 您明天不高兴了 我又回去了 或者说大国强权之间的 这种划分 说这就是归我 那明天我弱了呢 马上就归他 是吧 那俄国跟土耳其之间 那么广阔的 将原来都是奥斯曼土耳其的 包括现在什么亚美尼亚 什么都是奥斯曼土耳其的 土耳其还搞过大屠杀的 那最后我强杀都归我 那明日你再弱了呢 他又独立了 你看像亚美尼亚又独立了 所以凡是靠军事强权 和大国政治操弄的 这些都不长久 只有奋斗才能长久 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 跟大家在下一期聊聊 其实预示着 未来国际秩序的新的变化 就是哪些国家在抱团 哪些国家还在支持美国 哪些国家在支持俄罗斯 哪些国家准备自己搞一搞 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跟大家聊 所以下一期我们继续聊 这个普京的克里米亚 好 感谢大家 小说三 余杨也许 とう 我要奔着 怎么办 就这么 IDE 中间对》 我也 SE 有 For 像全世界奔磨 неб 我叫做 爱你 wheel IA 速度 洗测 你不是说过吗 才来考同一所大学了 你送完就回来了 小说二 国际事业更开阔 变态辣椒 精美插画 张花财 破破的桥 豪宝 邵一辈 文渊阁大学士 独演精彩电影 揭秘欧洲列强 恩丑录 带你领略美国任律物 深谈中国千年科举 一起重温大势云集的 八十年代 现已上市 各大网站书店 均有销售 我 KNOW 我懂得和这种 不知的 担心 你应该你 小说 你有销售 乖 所有同行 有销售